大家早晨 歡迎收看5月26日 星期四早上天氣報告 我是陳紹偉 我們首先一起看看平州 看回市區 今早有些低雲 日出的時候 開始看到運量慢慢減少 我們預計今天日間陽光充沛 我們再看看 不過同一時間 因為在雷達途徑看到 南海北部都有一些咒雨區 慢慢移向我們元朗地區 因為一度廣闊低壓槽 仍然為我們南海北部 以致廣東元朗地區 都帶來咒雨的天氣 雖然今天有陽光 但亦有機會有幾陣咒雨 我們今早早好像在西貢 都有錄到超過10毫米的雨量紀錄 而我們今早 大部份地區的低溫都介乎24至26 我們預計今天市區的最高氣溫 有機會上升至30度 而新界有機會高一兩度 日間天氣也是炎熱 部份時間有陽光 亦有機會有幾陣咒雨 是吹輕微至和緩的東南風 大家要留意 除了熱之外還是比較曬 我們預計今天的最高紫外線指數 是去到91個甚高水平 戶外工作活動 大家要留意 都是要做足防暑防曬的措施 喝多點水 和避免長時間在陽光底下曝曬 我們再看看 其實今天星期四 我們快要到周末 天氣又如何 我們看看高空的預報圖 香港這個位置 看到藍色這些比較多水氣的空氣 而黃色這些紅色比較乾的空氣 我們看到未來一兩天 仍然有機會有些咒雨 但高空反氣旋 開始在周末期間慢慢增強 所以我們展望未來的一兩天 仍然會有幾陣咒雨 而去到下周初至中期 因為高空反氣旋 西身亦增強 所以看到多一些陽光的天氣公仔 到時會補分時間有陽光 亦天氣炎熱 看到我們預計 其實星期日 以至一二打後好幾天 其實過我們預計最高的氣溫 都有機會去到32度 大家留意天氣情況 今節的天氣先看到這裡 再見